第761张气语格,毫无征兆,大家的目光,都聚集在场中,谁也没有注意到场外的变化。一到五匹的刀器,凌空压下,助手的男子,人在空中,想要应变已经来不及了,双脚悬空,落下来就会被长边击中。上有刀器,下有长边,情况对男子极为不利。 突然之间,男子身体朝右侧一去,不愧是老坚俱华的高手,变招非常之快。他快,突然出现的刀器更快,如同闪电,一闪而逝,咔嚓,男子的身体刚退后一步,就被刀器击中。身体凌空破开,变成两段,血雨飞洒,染红了整个地面。站在周围那些人,躲避不及,直接被血雨洒中。 肠子混合其他五脏六腑,全部炸开,大量的血肉,迸射到他们的身体上。 啊啊啊中围传来一道道惨叫声,那些血肉落在脸上,睁不开双眼。 走,就在这时候,一道人影出现在场中,一手拉着柳心,一手拉着心儿,趁着混乱,迅速消失在原地。 等到众人清理掉脸上污垢的时候,人早就不知去向。 留下一群人,在原地大声地咆哮,眼睁睁看着人从他们的眼皮底子下面溜走了。 到底那一刀是谁劈出来的,故意将男子的身体炸开,化为血雾,主要是遮挡大家的视线。 一箭洞灵山大门外,出现两男一女。 无邪哥,刚才好险,柳心出来之后,一脸的心有余悸,他们险些死在里面。 以后再也不来这重地方了,稍有不慎,就会死在这里。 你们没事吧,柳无邪看了一眼柳心,随后目光落在旁边女子身上。 刚才如果不是他出手相助,柳心已经是一具尸体。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位叫柳心儿,我们柳家一流弟子。 只有挑战教官成功,才能躋身一流弟子,柳无邪还是第一次见到柳家其他一流弟子。 最是一介女流,但是实力,可不敢小觑。 刚才一鞭子,换成自己,都要小心应对,她就不用我多说了,心儿姐应该知道她的名字。 柳无邪最近在柳家,风头一时无两,可以说是人尽皆知,柳心还是介绍了一番。 你很不错,能成功诸杀屠夫,配得上一流弟子身份。 柳心儿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,像是一个粗狂的大男人,却生了一副女儿身。 柳无邪一头黑线,被一个女子夸奖,还是第一次。 三人迅速离开一剑洞灵山,以免被人盯上。 赢了这么多的灵石,尽快赶回家族。 通过路上的了解,柳无邪对柳心儿的身份基本了解,说起来,他们之间还有血缘关系。 他的太爷爷,跟柳无邪的太爷爷同为一人,属于柳无邪的堂姐,关系很近。 柳心儿长得并不丑,打扮却不敢恭维,一个大女人,把自己打扮得跟一个男人似的。 柳无邪甚至怀疑,柳心儿是不是性取向有问题。 听着名字,应该是温婉可人的女孩,现实却恰恰相反。 一番交谈,三人很快熟络,勾肩搭背,行走在新药城。 你你竟然赢了三十多万灵石,一处无人的地方,看到柳心拿出三十五万灵石,柳心儿眼珠子都要瞪出来,这可是一笔横财。 怎么多出三万,柳无邪皱着眉头,虽然他没有压住,连续翻倍的比例,他还是知道,最多也就三十二万。 我拿着五千灵石,跟着一起压,赢了十六万,这三万算是我的感谢。 柳心把自己赢得十六万灵石说了一遍,这次他跟着一起赚了,拿出三万作为感谢。 既然是你赢得,我为什么要,柳无邪拿出三万,丢给柳心,这是他赢得的。 我不要,给我那么多也用不完,柳心没有那么变态,每天需要炼花大量的灵石。 赢了十六万,拿出来三万,还剩下十三万多,一年半载不会因为灵石发愁了。 你们这个也不要,那个也不要,给我得了。 柳心儿一把抢过三万灵石,直接丢进储物戒指。 柳无邪跟柳心相识一眼,露出一丝苦笑,这次要不是他出手,柳心已经死了,这三万灵石,就当是感谢他救命之恩。 时间还早,三人也没着急赶回柳家,这次赚取这么多灵石,打算购买一些物品。 你们知道哪里能买到炼器材料,境界无法提升,柳无邪算完善一下邪刃,盗法跟盗法融合一起,对邪刃的要求,是越来越高。 气宇阁,柳心儿几乎是同一时间说出来,星耀城只有这个地方,贩卖的炼器材料最为正宗。 就是价格有些贵,盛在东西齐全,除了贩卖炼器材料,完整的兵器,他们也贩卖,不过价格更是贵的离谱。 气宇阁的炼器大师,在中神州都是鼎鼎大名,他们炼制出来的兵器,可以说是功不应求。 柳无邪除了赢的32万灵石,从崔善己人身上,掠夺过来的灵石,多达10万枚。 他们这几日,一直在挑战,除了奖励之外,掠夺其他人的灵石,全部落入柳无邪之手。 果然是发财的好去处,这种地方,尽可能少来,谁也不敢保证,下一次碰到的对手是谁。 回想起来,柳无邪也是一阵后怕,仗着他的鬼童树,击杀了屠夫,不然会很麻烦。 柳无邪三人丝毫不知道,他们离开一见洞灵山的时候,就被人盯住了。 虽然走得很隐蔽,当时可是有很多人守在门口,他们出来的那一刻,就被人认出来。 悄悄尾随在后,打算等人少的地方再动手。 这里人来人往,不适合偷袭,柳无邪速度突然放缓,小伙从怀里钻出来,朝他拱了拱。 好漂亮的玄兽,小伙刚钻出来,柳星儿就控制不住了,伸手就要去摸小伙。 结果被小伙瞪回来,不让任何人碰他。 无邪哥,发生什么事情了?柳星皱着眉头问道,我们被人跟踪了,人太多了,柳无邪一时半刻不知道是谁跟踪自己,却被小伙发现了。 听到被人跟踪,柳星儿收起笑容,一脸的警惕之色。 难道是一件洞灵山里面的人,应走接近50万灵石,让一件洞灵山很湿肉疼,估计会想办法杀了柳无邪。 尤其是屠夫死了,对他们打击更大,以后遭遇强大的挑战者,一时半刻无人能抵挡。 在培养一个屠夫,需要很长一段时间,不确定,我们正常走,柳无邪也不确定,暂时他所定几个目标,还在观察阶段。 三人交谈生小了很多,暗自戒备,继续朝气宇阁走去。 走了约莫一个时辰,终于抵达气宇阁,高大的门楣,奢华的装饰,一切表明,气宇阁的不凡之处。 来往的修士进进出出,短短几分钟,超过几百名修士从他们面前经过。 没想到贩卖兵器的地方,建造得如此奢侈,单凭大门外摆放的两枚纯玉雄狮,就价值不凡。 里面一定蕴含玉碎,而是还是很大的一块,柳无邪通过鬼铜树,发现两枚拳头大的极品玉碎。 气宇阁敢将两枚极品玉碎放在门口,还不怕被人抢走,看来这个气宇阁很不一般。 踏入大门,里面的景象,更是让柳无邪叹为观止。 真是好地方啊,柳无邪什么地方没有去过,就算是天上的星辰,都能摘下来。 真武大陆能碰到这样的地方,确实罕见。 大殿很大,占地面积达一万平左右,这只是其中一个大厅而已。 类似这样的大厅还有好几个,里面摆放无数商品。 玲碗满目,让人看得目不暇接,仿佛掉入了兵器的海洋,只要你有资源,在这里都能买到你心仪的东西。 我早就看好一件材料,好不容易凑齐了零食,今天务必要买下来。 柳星摩拳擦掌,他的常见,还不到王气程度,还需要一些材料。 如果是以前,父亲就帮助他了,父亲因为身体的原因,在家族地位一落千丈,这些年柳星过得很一般。 虽然父亲身体恢复了,这些年家底基本都用在治疗伤势上,柳大致对柳星很是愧疚,基本没怎么帮助过儿子。 我也看好一样材料,大家分头行动,柳星而赢了两万零食,又从柳星手里得到三万,准备大肆采购。 柳无邪点头同意,这里是气宇阁,倒不怕有人找他们的麻烦。 三人很快分开,因为他们之前来过,知道东西在哪里。 柳无邪则不同,他没有固定的目标,邪刃不同其他兵器,一般材料无法满足其需求。 一枚枚珍贵的材料,被气宇格挂起来,就算相隔几百米,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 柳无邪走向石壁,上面挂着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。 柳瘦角,稀有的精血,罕见的树木,还有天火锻造的陨石等等。 不计其数,深海浸云铁,倒是好东西,柳无邪看到一块巴掌大的铁块,散发出暗红色的光泽。 看了一眼价格,随后摇了摇头,一块深海浸云铁,价格居然达到十万上品零食。 讲要炼制元气,深海浸云铁就必不可缺。 看来修炼离不开彩力,没有足够的彩力,根本无法支撑其自己的消耗。 截刃等级太高,深海浸云铁依旧无法满足其需求。 柳无邪今日目的主要是熟悉这里的环境,有适合的材料,再出手也不迟。 如果没有,就当是增加见识了,走了约莫展查时间,站在大殿西侧,突然被一枚奇怪的羽毛所吸引。 看到羽毛的那一刻,沉寂在浑海中的腹地所突然发出猛烈的抖动,欲要冲出来。 第762张神秘羽毛,这枚羽毛很古怪,大概半尺长左右,乳白色,看似普通,但是仔细看去,羽毛深处,散发出淡淡的锐利之气。 只有冰气上,才能散发出这种气息,估计气羽阁把它也当成了一种炼气的材料。 价格倒不是很贵,只有一万零十,估计是因为不知道羽毛的来历。 其他材料,下方都写着材料的来历,以及出产地,还有作用。 唯独这枚羽毛,下面一片空白,既没有出产地,也没有来历,至于作用,更是不清楚。 这才导致价格很低,跟其他材料相比,一万零十并不贵。 虽然价格不贵,不知道用途,买回去也是垃圾,这枚羽毛挂在这里,应该有些年月了,上面落上一层浮灰。 公子看好了这枚羽毛,看到柳无邪一直盯着羽毛,一名三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,没有因为柳无邪境界一般,存在忽视的现象。 这就是契羽阁的管理方式,对待任何一名客人,都以礼相待。 天玄也好,星河也罢,都一视同仁,能拿下来我看看吗?柳无邪还不确定,父帝所为何对这枚羽毛感兴趣,难道跟邻族有关系? 当年遇到的羽黄,来自邻族,生有双翅。 因为时间太久远了,羽毛早已分化,柳无邪不确定,这枚羽毛跟邻族是否有关联。 迄今为止,柳无邪还未查到关于邻族的信息。 天玲仙府传承自新玉,应该有这方面的线索。 可以,负责招待柳无邪的男子拿下羽毛,抖落一下,上面的浮尘消失,摆在柜台上。 柳无邪轻轻轻地拿起羽毛,手臂突然一沉,这枚羽毛居然很重,大概一斤重的样子。 小小的羽毛,竟然这么沉,着实让柳无邪吃惊。 敢问老板,你这枚羽毛从何处得来? 柳无邪对羽毛没有多大兴趣,他感兴趣是羽毛的来历,也许能找到邻族的方位。 这样就能将父帝所还给邻族,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,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。 虽然父帝所是一大杀器,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,答应了羽黄,就要去做。 能不能做到先不说,起码他尽力了。 这个不方便透露,负责接待柳无邪的男子摇了摇头,如果是其他商品,就算不用他介绍,下面也会写明产地跟来历。 柳无邪眉头微皱,可以肯定,这枚羽毛来自一个很神秘的地方,才让他讳莫如深。 那这枚羽毛具体的作用也没有吗? 柳无邪继续问道,这枚羽毛他也不知道具体效果,父帝所不断跳动,应该是闻到了族人的味道。 或者说,这枚羽毛能指引父弟所找到邻族的方位。 不清楚,男子有些不耐烦了,那边有客人过来,准备拿起羽毛,放到架子上去,没时间陪柳无邪聊天。 寄与隔生意火爆,一个人有时候甚至要同时招呼好几个客人。 我要了,先买下来再说,等回去的时候,再慢慢研究。 拿出一万上品零食,柳无邪买下这枚羽毛。 这个时候,柳欣还有柳欣儿已经买完了东西,快步走过来。 看到柳无邪买一枚没有用的羽毛,一脸叉一只色。 无邪哥,你买一枚羽毛做什么? 这枚羽毛好像摆在这里好几年了,一直无人问津。 柳欣一脸不解地问道,寄与隔他来过几次,每次都能看到这枚羽毛。 不知道,就是好奇,柳无邪耸了耸肩,他暂时不知道羽毛的作用。 两人一头黑线,花费一万零食买一枚没用的羽毛,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。 虽然赢了几十万零食,也不能这样随便挥霍。 将羽毛收进储物戒指,三人继续朝前走去。 走走停停,碰到合适的材料,柳无邪就会下手。 短短半个时辰,柳无邪已经花费出去数十万零食了。 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,价格并不是很贵,最贵的一块神秘云铁,价值五万零食。 常人只是觉得这块陨石很坚硬,却不知道,陨石内部还有一丝玄金之力。 这要比更金之力不知道高级多少倍,是打造法宝最佳材料。 通过鬼童术,柳无邪将其发现,一枚玄金之力,就算是卖出二十万零食,都会有人疯抢,柳无邪还是赚大了。 在柳星两人看来,柳无邪就是一个败家子,竟买那些没用的东西。 逛了一圈,基本快要逛完了,柳无邪依旧没有凑齐炼制元器的材料。 正要打算离开,始祖树突然移动,每次始祖树洞,意味着都有宝物出现。 柳无邪眼眸快速朝四周扫去,顺着始祖树的指示,在他前方五十米地方,墙壁上挂着一枚奇怪的瘦脚。 这是什么东西,怎么会惊动始祖树? 一般的宝物,始祖树从来不会提醒,只有对柳无邪有大用的宝物,才会动一下。 大步朝前走去,以免被人买走,不论有没有用,先买下来再说。 柳无邪从未急迫的想要买一样东西,以前始祖树提醒,大多都在山脉之中。 这一次不一样,东西摆在这里,下手晚了,可能就被别人买走。 柳无邪哥,你慢点,柳心快步追上去,三人都要离开了,柳无邪哥为何又突然折返回来。 柜台前很多人,柳无邪好不容易挤进去,看了一眼奇怪的瘦脚,价格还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。 我要那没瘦脚,柳无邪直接拿出二十万零食,摆放在柜台上。 迎来的三十二万零食,基本都被他挥霍一空,还搭进去一些。 静好从崔善两人身上,得到十多万零食。 柳心彻底被柳无邪砸晕了,二十万零食,买一枚瘦脚,无邪哥脑袋是不是出现问题了。 仅仅是想想而已,两人谁也没有阻止,很少有客人,连东西看都不看,直接拍板买下,柳无邪虽不是第一个,却也很罕见。 大多数人购买,先验证一下物品,确认之后,才会购买。 站在柜台后面的男子迅速取下瘦脚,放在柳无邪面前。 仔细一看,这不是瘦脚,而是一枚鸡脚,到底是长在玄瘦的脑袋上,还是其他生物的身体上,具体还不清楚。 从上面介绍的资料来看,此物品从一座神秘小世界得到,属于寄脉品。 也就是说,这枚鸡脚是其他人放在气宇阁寄脉,所得零食,气宇阁抽取一部分收成。 但是很快,柳无邪知道这是什么了,始祖术非常兴奋,想要吃掉这枚鸡脚。 难道是神族身上掉下来的? 柳无邪暗暗说道,他在神盲山遇到的神族,发现那些真玄境级别的神族,脑袋上确实有鸡脚,不过很短,只是隆起一块。 难道说强大的神族,脑袋上会长出鸡脚? 柳无邪也不确定,这是他的猜测而已。 鸡脚并不是很长,只有巴掌大而已,比成人拇指略微粗一些。 就这样一小节东西,居然卖这么贵,因为上面散发出一股极其神秘之气,淡淡的威压, 从神秘鸡脚一出。柳无邪握在手里,那种愉悦感袭来。 神之力,柳无邪终于肯定,这枚神秘鸡脚,就是从神族身上掉下来的。 这枚鸡脚我要了,这个时候,在柳无邪身后,传来一道声音,居然也看到这枚鸡脚了。 周围的人物光朝身后看去,也包括柳无邪。 眉头一皱,这枚鸡脚除了十祖术之外,常人很难发现这是神族物品,所以放了很久。 也没有买主出现。 他刚买下,就有人购买,太古怪了。 柳无邪只是看了一眼,很快将鸡脚丢入储物戒指。 这个举动,让身后男子非常恼怒。 柳无邪,你没听我说吗?这枚鸡脚我要了。 对方直呼柳无邪的名字,应该是熟人。 柳无邪一阵错愕,对方认出自己,确实有些惊讶。 无邪哥,他叫柳林,是柳孝天的孙子,实力非常强大,很早就寄身一流弟子。 柳欣在柳无邪耳边小声说道,突然冒出来的青年,居然是柳孝天的孙子,让柳无邪很是惊讶。 除了他之外,身后还有好几人,都是一伙的。 应该都是柳孝天一脉,他们怎么也在这里。 柳无邪刚才购买鸡脚的时候,那种兴奋之色,落在柳林的眼中,既然是柳无邪看好的东西,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破坏。 我们走吧,柳无邪懒得跟这种人一般见识,小小的话音八重而已,一巴掌就能拍死。 带着两人朝气与阁大门外走去,这让柳林无比的恼怒,柳无邪竟然将他无视了。 柳无邪,你给我站住,柳林一声大喝,这一次惊动了很多人,纷纷朝他们看过来。 得知他们是一个家族的,没有人站出来,柳家虽然落寞,那也是四大家族之一,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招惹。 地玄一怒,浮尸万里,除非他们能承受得住地玄境的怒火,在地玄境面前,灵玄境犹如蝼蚁,何况那些真玄境,连蚂蚁都算不上。 你真把自己当跟从了,我不理你,是因为你不配,不要挡在我面前,给我滚开。 对柳孝天一脉,柳无邪没有任何好感。 自己父母,当年就是遭到柳孝天陷害,才被迫离开柳家。 爷爷又被他下毒,二叔被害得走火入魔,每一条罪状,足以柳无邪杀死他千百遍。 如果不是实力不够强大,柳无邪早就一掌拍死柳孝天了。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被柳无邪骂做不配,这让柳林恼羞成怒,无边的杀意,朝柳无邪报社过来。 第763章半路拦截,柳无邪一番话,惹来一阵大笑。 堂堂话音八重,被小小的星河八重嘲笑算什么东西,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笑话。 众人很不理解,小小的星河静,哪里来的底气,敢跟话音静叫板。 靠着身边那名女子吗? 显然不是,柳林这边,除了她之外,还有好几名话音静高手。 柳无邪,你死定了,购买鸡脚是假, 找柳无邪的麻烦才是真。 柳无邪出现这段时间,她在外面历练,并不在柳家。 刚回来不久,就得知柳无邪的事情,爷爷还因此,在家族地位一落千丈。 第一时间,找到几名伙伴,准备找柳无邪的麻烦。 在家族没有找到,就跑到星耀城,打算购买一些物品。 结果倒好,居然在弃宇阁相遇。 既然遇到了,自然不肯罢休,肯定想办法杀了柳无邪,替爷爷报仇。 就算不能杀了她,也要废了她的修为,彻底让她变成废人一个。 你想在这里动手,柳无邪笑眯眯的看着她,眼眸深处,闪过一丝嘲讽。 经历几场大战之后,柳无邪的战斗力,完善了好几倍,尤其是原神跟肉身的配合,更加默契。 废话少说,准备受死吧,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,岂能让柳无邪活着离开。 柳02话不说,直接朝柳无邪动手,一掌朝柳无邪碾压下来。 奇怪的是,柳无邪站在原地,连动都没动,出手的意思都没有。 滚,这里是契雨格,想要打架,滚到外面去。 一道无形的掌印凌空出现,直接击中柳林,只见她的身体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,直接顺着契雨格的大门飞出去,跌落到大街上,脸上都被划破了,满脸是血。 来之前,柳星就告诉她,契雨格禁止打斗。 契雨格的后台,连柳家都不敢招惹,自然不会给柳林的面子。 难怪柳无邪一直没有出手,因为她早就知道,契雨格的人会清理这种垃圾。 我们走吧,柳无邪带着他们两人,迅速离开契雨格,从另外一个大厅消失。 等到柳林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,他们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不仅没有报仇,还白白的挨顿揍,柳林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记得柳林哇哇大叫,像是无头的苍蝇,在心耀城到处乱撞。 无邪,你是怎么知道,契雨格的人一定会出手。 路上的时候,柳星儿好奇地问道,契雨格写明,禁止打斗,不犯有些人,了是这些规则,照样大打出手,等到契雨格阻止,早就把人杀死了。 不可说,柳无邪摇了摇头,有些话说了他们也不懂。 踏入契雨格的那一刻开始,柳无邪就发现契雨格暗中,隐藏好多高手,真玄境就多打百人。 其中还有灵玄气息,地玄境也有一尊,如此庞大的阵容,会让小小的柳林在这里闹事。 柳无邪初略估算了一下,契雨格这些材料加在一起,价值万亿零食。 能放心大胆地摆在这里销售,就不怕被人抢走。 我们还去哪里,柳星这次出来,可以说是收获颇丰,不仅买到心仪的材料,身上还剩下不少零食。 回去,柳林的出现,让柳无邪兴至阑珊,没有继续闲逛的欲望。 况且他身上的零食,也挥霍得差不多了,还剩下不到十万枚。 三人顺着原路,朝柳家赶去,钻过一片树林的时候,柳无邪停住脚步,出来吧,一声冷喝,从树林之中,钻出来三名男子。 还未出现,庞大的气息,已经万亿,就算是柳星,都赶知道了。 三人很陌生,起码柳无邪没有见过,从柳星还有柳星儿的眼神之中也能看出,他们并不认识这三人。 不是柳家弟子,那就是从一件洞灵山出来的凶事了。 饺子,你的警觉性很强,中间男子露出一丝凝笑,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发现了。 说吧,你们拦在这里抑郁何为,柳无邪懒得跟他们废话下去,直接问他们想要做什么。 杀人截获,还是聊天谈心,尽管放马过来。 饺子,你喘着明白装糊涂,老老实实交出你们身上所有的零食,我会考虑让你们活着离开。 中间男子再次说道,实力很强,轻衣色化鹰八重,跟柳无邪猜得差不多,在星耀城尾随的就是他们三个。 就凭你们三个垃圾,也赶跑过来杀人越货,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 要是柳林,柳无邪可能要忌惮几分,毕竟他是柳家一流弟子。 个个都身怀绝技,从小得到家族良好的培养。 这三人一看底子旧薄,虽不是散修,估计也是某个小家族的弟子,根基很不扎实。 靠着一些丹药,勉强提升到这重地步,大风一吹,就能让他们现出原形。 二哥,这小子太狂妄了,竟然骂我们是垃圾,不如男的杀死,女的奸污,你看如何。 右侧男子摩拳擦掌,早就按捺不住了,以免夜长梦多,还是尽早出手为妙。 左侧男子点头,认为三弟说得没错,饺子,听到没有,既然你们不肯交出零食,休怪我们狠辣无情了。 中间男子再次一声密合,不知道为何,柳无邪给他一股危险的气息。 如果能不动手的情况下,逼着柳无邪拿出零食,那是最好的结果。 真的动手,他们也不怕,毕竟境界摆在这里,除了柳馨儿有些压力,其他两人,估计一招就能灭了。 想要拦路打劫,先问问我的鞭子同不同意。 柳馨儿忍不下去了,手中长边一个抖动,发出啪啪作响,空气泛出一层层涟漪。 真是名玩不灵,既然如此,那就都给我死吧。 中间男子一声力喝,三人一起出手,没有任何拖泥带水,不论对手实力如何,三人保持同一个姿态,形成三材阵法。 柳馨,你退后,这种级别战斗,柳馨插不上手,让他退到一旁。 柳馨很听话,就算他有心相助,碍于实力有限,上去不仅不能帮忙,还拖累他们两个。 柳馨儿战斗力很彪悍,在一剑洞临山因为地方狭窄,不适合长边施展。 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,实力猛增,长边挥出,发出巨啸之声,镇的两侧树叶不断掉落。 眨眼间的功夫,地面上散落一层厚厚的树叶。 兵器是一寸长,一寸强,柳馨儿仗着长边的优势,让三人竟然无法靠近。 柳无邪静静地站在一旁,并未出手,而是看着他们打斗。 老三,你去杀了他们两个,这个女娃交给我们来对付。 排行老二的男子吩咐道,分出一人来对付柳无邪跟柳馨。 主要是柳馨儿太难对付了,二对一,都没有太大的胜算。 好,年纪最小的男子,身体跳出战圈,直奔柳无邪而来。 这让柳馨儿大吉,想要分身去救,已经来不及了,被两名高手撕死的牵制。 不要分心,柳无邪暗中传音,让柳馨儿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危。 得到柳无邪指示,柳馨儿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去。 能诛杀屠夫,一刀斩杀化鹰八重,就算不能击败对手,自保应该没问题。 饺子,给我死吧。 男子逼近柳无邪之后,一声力笑,身体长驱止入。 手中常见幻化出一道道剑光,刺骨的剑芒,冲向柳无邪的四肢。 柳无邪静静静地站在原地,不知道不觉,邪刃出现在掌心。 突然之间,截刃猛地披下,毫无征兆,披下的那一刻,风云变化,日月变色,远处战斗的三人,包括柳馨儿在内,全部停下来。 这是什么样的一刀,几乎抽干了方圆数百米的灵气。 全部融入到这一刀当中去,让他们的呼吸,都变得有些急促。 招柳无邪飞奔而至的男子,吓得一个哆嗦,柳无邪的刀钢,将他牢牢地锁住,身体无法动弹。 这就是盗法的厉害之处,盗法五技,最多是杀人,却无法控制法则。 盗法可以调动天地法则为己用,加持到五技之中。 周围的空间,仿佛兼顾了无数倍,导致男子行走的速度,大大降低。 这就是盗法的力量,可以随意改变周边的世界。 朴实无华的一刀,没有华丽的招式,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,也没有振奋人心的吼叫。 就这样轻轻的一刀,落下的那一刻,才释放出滔天的气浪。 咔嚓,衝过来的男子,还未来的极惨叫,身体直接炸开,化为一团血肉,在空中不断地蠕动。 一时半刻还无法死亡,肉身的灵性,再不断消失。 原因从魂海之中逃出来,欲要逃走。 哼,柳无邪冷哼一声,一缕寒芒闪烁,正要逃走的原因,化为一座冰雕,从空中落下来。 身躯中的精华,全部被柳无邪剥夺,跟柳馨儿交手的两名男子下的一个哆嗦,怎么会这样? 老三可是化阴八重啊,居然被柳无邪这样一刀给劈死了。 连原因都没有机会逃走,这也太可怕了吧。 他不是人,因为人类做不到这一点,两人萌生逃走的念头,一刻不敢再留下来。 去谎一招,击退柳馨儿之后,居然朝树林外面飞速逃去。 肠子都毁清了,居然跑到这里来拦截柳无邪,简直是自寻死路。 刚逃出去还没有五米,柳无邪诡异地出现在他们面前,拦住他们逃走的路线。 这么快就走,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。 柳无邪笑眯眯地看着他们,嘴角浮现一抹冰冷的嘲讽。 第764张炼智邪刃,拦住他们两人,柳无邪笑眯眯地盯着他们,令他们浑身毛骨悚然。 身体很不舒服,柳无邪看似人畜无害,笑容里面,却隐含一股刺骨的杀意。 杀人者人横杀之,柳无邪不主动杀人,敢挑衅他,只有死路一条。 杀,两人相视一眼,没有后退的余地,前面是柳无邪,后面是柳新儿,只有杀出去,才有一线生机。 对付一个柳新儿,就让他们很头疼,柳无邪实力更是深不见底,仿佛一尊山月拦在他们面前。 此来,柳无邪不愿意纠缠下去,以免暗中还有其他高手。 作战速决,杰刃举起,灵力无匹的一字斩,幻化出万千刀目。 这一刻,柳新儿小嘴张德老大,不敢置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 这是什么招式,怎么如此强大?柳新儿震惊地说道,他也算见识过很多高手,像柳无邪这种,绝对是第一次遇到。 站在远处的柳新,可能已经习惯了,对柳无邪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,都觉得很正常。 截刃突然一分为二,直奔两人而去,将横的法则碾压下来,两人肉身承受不住。 这里面可是蕴含真龙之力,还夹杂一丝上古巫神的力量。 两种力量叠加到一起去,可谓是惊天动地,我不甘心啊,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,直接被刀目给淹没了。 跟柳无邪猜测的一样,两人看似画鹰八重镜,真正战斗力,最多画鹰四五重,底子太差了。 不然柳新儿一人也很难牵制住他们两个,将三人储物戒指收起来,随时扫了一下,柳无邪突然笑了。 三人的储物戒指加在一起,竟然达到十五万零食。 虽然不多,却能缓解柳无邪暂时的窘境,花费几十万零食,买了一些东西,零食所剩不多。 突然多出这么些,足够他修炼到参加天灵仙抚招收弟子之前。 争取将星河八重,修炼到巅峰大圆满,让太荒世界,重注辉煌。 他足中神舟,不论是肉身,还是太荒世界,都被压缩了一遍,需要他不断地去完善。 无邪哥,您也太厉害了,虽然柳新猜到了结果,亲眼见到柳无邪大沙四方,还是兴奋不已。 柳新儿虽然没说话,眼神已经说明一切,能一刀斩杀话音八重,在柳家,一流弟子除了顶尖的那几个,柳无邪绝对排在前五。 柳无邪微微一笑,并未在意,三人加快了脚步,以免路上还有人拦截。 一个时辰后终于看到柳家大门,今日的事情,希望你们不要对其他人提及。 前去一见洞灵山,险些死在里面,柳无邪不想让父母知道,免得他们担心。 以前在南狱,大多时间柳无邪独自一人,没有人关心他。 现在不一样,有家,有父母,有亲人,不想让他们每日为自己提心吊胆。 两人点头,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知道。 进入柳家,三人各自回去,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 晚宴的时候,柳无邪申请一座修炼室,接下来一段时间,他要闭关。 很快得到爷爷批准,拿着他的组长令牌,任何修炼室,可以自由出入。 回到屋子,柳无邪没有着急拿出下午买到的宝物,而是舒坦地睡了一觉。 连续大战,对精气神消耗极其严重,这时候不宜继续修炼。 虽说修炼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,但也要讲究劳逸结合。 天色一亮,柳无邪拿着爷爷的令牌,前往家族修炼室。 柳家的修炼室,数量并不多,质量却是上乘。 初是家主令牌,柳无邪很快分到一座独立的修炼室。 面积并不大,足够柳无邪目前使用了,进入之后,盘膝坐下。 拿出天洛珠,放在身边。 天洛珠释放出一股淡淡的天地灵气,可以帮助柳无邪快速领悟自己的道法。 拿出来的第一件物品,是那枚神秘羽毛。 拿出的那一刻,腹地所从浑海之中钻出来,漂浮在神秘羽毛面前。 柳无邪静静静地看着,这枚羽毛上面散发出一股玄妙的气息,跟腹地所交会相应。 那股玄妙的气息不断地融入腹地所之中,柳无邪发现腹地所的法则更加完善。 借助羽毛的力量,提升了腹地所,让其进化。 难怪这些年,柳无邪无法练化腹地所,原来只有灵足法则,才能让腹地所进阶。 羽毛一点点落下,柳无邪轻轻接住,几乎没有什么重量了,连羽毛身处的锐利之气,全部消失。 吸收羽毛的能量之后,腹地所要比之前,粗壮了一些,上面的灵足法则,更加坚固。 收,意念一动,腹地所回到柳无邪的魂海。 更加不可思议的一梦出现了,这枚羽毛之中,竟然还残留一丝灵足记忆。 这些记忆很快跟柳无邪融为一体,记忆不是很连贯,柳无邪看到一处世外桃源,那里生活着很多灵足,他们在自由地翱翔。 柳无邪正要探索灵足具体位置,记忆就此中断。 虽然没有查到具体线索,柳无邪可以肯定,灵足就在这片宇宙,具体在何处,以后再慢慢调查。 羽毛中的能量消失之后,柳无邪小心翼翼收起来。 腹地所晋升,意味着柳无邪的战斗力在一次暴涨。 即出邪刃,漂浮在柳无邪面前,争取在十天之内,将邪刃打造成元气。 参加天灵仙府招收之前,柳无邪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。 拳金之力,全靠你了,买了十几种材料,最重要是这枚玄金,才是重中之重。 装手结印,恐怖的魔焰,犹如洪荒猛兽一般,从吞天神顶之中猛然钻出来。 即出魔焰的那一刻,小伙从柳无邪怀里钻出来,他在柳无邪脚边,疯狂地吸收。 柳无邪也没在意,可以肯定,小伙是火属性玄兽。 这么久过去了,一点动静都没有,除了肚子大了一圈,模样没有多大的变化。 一枚枚材料溶解,化为液体,漂浮在半空中。 踏足中神舟,柳无邪的炼气术丝毫没有割下,反而要比之前更加精湛。 神秘莫测的气纹,漂浮在虚空之上,不断地跟邪刃融合。 刀身越来越修长,更像是一把长剑,只是这把长剑,却是单面开刃。 巴掌大的玄金柳无邪足足溶解了一天多时间,终于将其炼化。 上次协刃晋升的时候,遭遇雷劫,这次晋升,不知道会不会再遭遇类似的情况,就算是雷劫降临,也无法阻止协刃晋升的道路。 辅助材料融入协刃,气势陡然攀升,跟柳无邪猜测的一样,晋升前夕,整个柳家上空,出现一层厚厚的乌云。 惊动了无数人,从屋子里面跑出来,以为天地要惩罚柳家。 雷云,怎么会出现雷云,只有突破天旋径的时候,才会承受雷劫的洗礼。 柳家很多年没有天旋径刀手出现了,难道是某个老古董在冲击天旋径? 但是很快,消息传回来,雷云中心地带,竟然在柳家修炼场。 这就很不寻常了,柳家的修炼场,大多都是弟子在其中修炼。 那些闭关的弟子,很快被调查出来,最后得出的结果,让很多人无奈,居然是柳无邪修炼的地方。 雷云狂压,犹如乌云盖顶,将柳无邪的修炼室,层层包裹。 一条条粗壮的雷龙,穿梭其中,欲要将整个修炼室全部毁灭。 短短几个时辰,柳无邪的修炼室外面,聚集数千人。 每个人的目光,充满着惊恐,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 父亲,我们只能这样等下去吗?雷云太可怕了,无邪不过心合径,恐怕很难承受啊。 柳大山一脸的担忧之色,他对儿子的了解,仅仅是最近这短时间发生的事情, 以前的一切,一概不知。柳修成眉头紧锁,雷杰诞生,意味着柳无邪做了天地不容的事情, 到底在做什么,他也不知道。贸然闯进去,有可能适得其反,打乱了柳无邪的计划。 继续等,柳修成强横的神石,穿透修炼室,发现柳无邪正在炼制兵器, 担忧之色,倒不是很明显。引发雷杰,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, 第一种做了天怒人怨的事情,遭到雷伐,才会降下雷杰。 第二种炼制了天地所不容的东西,雷杰想要将其毁灭。 柳无邪显然是后者,所有人散去,方圆一千米,禁止任何人踏足。 柳修成很快下令,将那些弟子全部赶出去,以免被雷杰击中。 强横的雷杰,就算是画阴镜,都很难化解。 周围那些弟子很快被清理一空,留下都是一些真玄级别长老。 父亲,无邪真的没事吗?柳大志一脸担忧,没事,柳修成不是太确定,但是他相信柳无邪。 况且这时候阻止,已经来不及了,雷杰行程,不是人力所能抗衡。 众人陆陆续续散去,雷杰还在不断形成,一时半刻无法降下。 柳大悦决定留下来,以防遇到突发情况,其他人全部撤走,包括柳大山,拳金之力,准备融合。 看到邪刃打造得差不多了,柳无邪将拳金之力,全部注入邪刃之中。 注入的那一刻,天地色变,一道炸雷凭空响起。 柳大悦蹭得一声跳起三丈高,头发多立起来,如此恐怖的雷声,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 秋炼是居然在颤抖,这是天雷,像是在审法。 拳金之力,锐不可当,这是炼制兵器最佳材料。 天地中非常罕见,竟然被柳无邪找到一枚。 截刃不断的变化,刀身忽隐忽现,仿佛融入空间之中。 第765章天地一体,刀身竟然在透明化,这个发现,让柳无邪大吃一惊。 他绝对是炼器大师,但是这种情况,从未见过。 截刃的内部,出现一条条金色的脉络,像是人体的经脉一样,不断地成长。 满脸的震害之色,兵器竟然像是人类一样,可以长出自己的经脉,绝对是天下罕见。 难怪外面雷声震动,天雷滚滚,这种兵器一旦成长起来,将来成就不可限量,甚至继生为仙器都有可能。 一条金色的小龙,不断闪烁,居然在吞噬玄金之力的能量。 这是斜刃的气灵,是一条金色神龙。 随着斜刃等级不断攀升,气灵的灵性,也是越来越强。 千世金脉,很快出现刚骨,这是兵器的骨头,牢牢地将整个刀身,完美地构造在一起,牢不可破。 就算是一般的真玄境,都难以将邪刃毁灭。 天地一体,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天地一体境界? 柳无邪突然发出一声惊呼,传言天地中有一种炼气之法,炼制出来的兵器,达到天地一体境。 这种兵器,永生不灭,到最后可以幻化出各种形态,变成人类,只是其中之一。 它们有血有肉,从外表看,跟人类一模一样,可以演变出来各种兵器的样子。 最可怕天地一体可以自行修炼,自己沉入地下,寻找合适的材料,不断地吞噬进化。 天地一体竟只限于传说,柳无邪也没有见过。 到底有没有这个境界,谁也不知道,毕竟是传说。 每一条经脉,跟龙巾一样,每一条骨格,就是龙骨。 截刃等级,无限制提升,直奔元气而去。 雷杰终于诞生,恐怖的雷杰,击中柳无邪的修炼室,屋顶上面直接出现一个大洞,直接被砸开,雷云彻底笼罩柳无邪的头顶。 这几日时间,柳修成还有柳大山等人一直没有休息好,雷云行程已经好几天了,每天寝食难安,尤其是柳大山,隔断时间就过来看一眼。 柳修成以及其他高层,第一时间赶往此地。 家主,这是什么兵器,怎么如此可怕? 十八长老站出来,一脸的惊恐之色,他们虽然是真玄境,面对邪刃散发出的气息,竟然感觉一阵心有余悸。 封锁此地,今日的事情,谁敢泄露出去一个字,别怪我不客气。 柳修成下令,立即封锁周围,柳无邪炼制的这柄兵器,引起天地雷结,一旦被人知道,必定无数人前来疯抢。 许多弟子在外围议论纷纷,他们还不知道这边发生的情况,各种谣传都有。 有人说柳无邪做了天怒人怨的事情,遭到审罚。 也有人说他炼制神问逆天的功夫,才降下雷罚。 各种说法都有,没有具体的结果,尽好柳孝天不在家族,他们一脉也没有人前来,他们恨不能柳无邪死,怎么会前来关注? 好可怕的雷结,里面蕴含毁灭之言,还有灭天雷变。 柳大智身体一个哆嗦,脸上的担忧之色,越来越明显。 柳大山站在远处,双拳紧捏,想要冲上去,天儿子抵挡雷电,却被柳修成拦住。 这时候上去,不仅容易让柳无邪分心,以他的肉身贸然抗衡雷电,只有死路一条。 父亲,我怕无邪的肉身承受不住啊。 柳大跃也是满脸担心,雷电太恐怖,只有真玄境才能勉强抗衡。 柳无邪不过心和静,有可能死于雷结之下。 如果知道柳无邪已经遭遇过好几次雷结,不知道作何感想。 雷结是一次比一次强大,跟上次相比,这一次要比之前强横数十倍。 柳无邪的肉身,也今非昔比,感受到雷电的狂暴之气,协刃突然发出一声龙吟,震得不少人耳膜都要炸开。 神龙,竟然是神龙,留在原地,绝对是柳修成绝对的心腹。 除了柳大山兄弟三人,还有支持柳修成的几名长老。 龙族早就消失,就算是中神州,最多见到一些龙族海谷,真正的神龙,几万年了,都不曾见过。 结任寄生元气之后,伴生自己的灵因,跟人类的话应尽一个道理。 柳无邪从何处学习到如此逆天的炼气术? 十八长老小生说道,柳无邪打出的手印,他们从未见过,太过罕见了。 连传承万年的柳家,都不知道这套手法,其他人估计也不知情。 最可怕的不是炼气术,而是这柄兵器,里面夹杂着天地道法。 柳无邪已经将自己的道义,跟他的兵器完美地融为一体,等真正晋升到元气,可以收入丹田,每日用真气温养,从而达到人刀合一的境界。 柳大智虽然担忧,但是眼眸深处,同样闪过一丝震撼。 能将兵器炼制到这种程度,天下少有。 只有达到临玄境,才能将兵器收入身体,用自己的精气温养。 柳无邪足足领先了无数人,妖孽啊,他就是一个妖孽,其他长老纷纷发出感慨声,认为柳无邪就是一个妖孽。 正常人做不到这一点,难怪能在南域一路崛起,进入中神州。 雷杰还在下降,不断地砸下来,柳无邪目光无悲无喜,看着苍穹,一条条雷龙盘踞在他头顶上,张牙舞爪。 来吧,今日我就撕开这片天地,柳无邪突然站起来,一股恐怖的气息掀出去,蕴含一丝先帝意志。 站在外面那些人,竟然在颤抖,包括柳修成,承受不住这一丝先帝的意志。 发生什么事情了,我的灵魂为何在颤抖? 十八掌老吓得对一个哆嗦,差点一屁股坐在地面上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,谁都不知道,那股意志只是一闪而逝,到底是从何处发出? 没有人相信这股意志是从柳无邪身上释放出来的,也许只是巧合。 朱天仿佛遭到挑衅,绝不容许柳无邪活下去。 挑衅朱天,只有柳无邪才敢这么做,豪气甘云,柳无邪将要撕开这片天。 轰猛龙雷电越来越疯狂,几乎填满了整个柳家上空。 这边天空出现的奇异场景,惊动了星耀城。 无数高手蜂拥而至,却被柳家大阵挡在外面,谁也无法靠近分毫。 难道柳家由老祖突破天旋径,守在外面的那些高手,私底下交流, 只有突破天旋径的时候,才会造成这样恐怖的景象。 不可能啊,依我对柳家的了解,那几位老祖,没有一百年,不可能领悟到天旋径。 空间一阵波动,一尊天旋径高手出现了。 出现的那一刻,四周无数地旋高手还有真旋高手纷纷上前打招呼, 他可是心耀城城主,实力极高。 柳无邪如果知道自己只是炼制邪刃而已,引来这么多高手,不知道做何感想。 外面传来的消息,不断反馈给柳修成,也没想到,这么多高手聚集在柳家大门外。 枪,雷电落在邪刃的刀身上,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,传遍数万里。 那些实力弱小之辈,捂住了耳朵,承受不住,纷纷趴在地面上。 话音竟勉强抗衡,真旋竟脸上也不好看。 每个人都遭受波及,被雷电锻造之后,邪刃的品质,竟然上升一大截。 锻造的时候,难免会有一些瑕疵,雷电是天地中最至刚至阳的法则,被他击中的地方,不是枯萎,就是死亡。 除了至刚至阳,也是毁灭之源,毁灭的极致,就是重生。 一些枯木被雷电击中之后,反而枯木发芽,因为雷电之中,蕴含一股勃勃生机,能给冰死的东西给拉回来。 比如某人突然停止呼吸,心脏不再跳动,可以靠强大的电流,击中身体,能在短时间内,爆发强大的生机,让心脏恢复跳动。 雷电欲要破坏邪刃,却不知道,里面蕴含的生机,同样也滋养了邪刃。 突破之后,邪刃需要大量的能量来补充自己,雷电最适合不过。 一直没有毁灭邪刃,雷龙更是愤怒了,钻入云层后,出现一道道水桶粗细的雷电,漫天砸下。 没错,就是漫天都是雷电,整个修炼室,早就毁灭一空,承受不住雷电的狂轰乱炸。 连周围的土地,全部隆起,出现一个又一个大洞,深不见底。 一些建筑承受不住雷电的冲击,纷纷倒塌,柳修成等人继续往后退,被雷电逼到了远处。 柳无邪处于雷电中心位置,整个人完全变成了一个雷电人,浑身上下,电弧闪烁。 将他的身体,完全包裹起来,稍有不慎,就被雷电彻底毁灭。 真龙之体,给我炼化,柳无邪开始锤炼肉身,利用雷电来锻造自己的身躯。 眨眼间的功夫,皮开肉绽,身体上的肌肤,全部裂开,被雷电击中。 无恙惨不忍睹,被水从柳大山眼角滑落,如果不是柳大智跟柳大月拉住他,早就冲进去了。 实在不忍心看柳无邪遭受如此痛苦的煎熬,邪刃上面发出叮叮当当声,这些都是雷电在锻造。 雷电很难进入邪刃的内部,生成筋骨之后,邪刃牢不可破。 唯一能伤害的,只有柳无邪,杀死他的主人,邪刃自然成了无主之物。 修复,柳无邪调动始祖术,分解出恐怖的木系精气,溅入柳无邪的体内,修复他的肉身。 就算这样,修复的速度,远远跟不上破坏的速度。 雷电犹如狂风奏语一般,不断地砸下,柳无邪的手臂上,裸露出森森百骨。 绝肉全部消失,骨骼露在外面,无恙何止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 柳无邪如果不能尽快恢复,就算邪刃炼制成功,他的肉身,也会消亡。 身上能动用的宝物,全部吃下去,丹药已经所剩无几。 神秘鸡脚,柳无邪第一时间想到神秘鸡脚,既然是神族身上的东西,始祖术就能吸收,也许有奇迹发生也不一定。 第766章打开神通大门,别无他法,柳无邪能想到的办法,他都想到了。 储物戒指中的灵丹妙药,早就被他吞噬一空。 肉身太强大,到了柳家之后,父亲也给过他一些丹药,远远无法满足柳无邪的需求。 他的肉身堪比巅峰化阴静,除非是极品的酒品丹药,才能起到点作用。 吃品丹药柳家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拿出来,毕竟整个柳家,又不是柳修成一个人说了算。 资源是统一调配,天赋越高,享受的待遇自然越高。 柳无邪出道不久,刚展露头角,柳家高层还在观察期。 神秘鸡脚丢入太荒世界,始祖数无数之条,像是荷豹一样,将神秘鸡脚给吞噬掉了。 雷电大作,上次没有毁灭柳无邪,侵犯了诸天的意志,雷神终于愤怒,降下诸灭天穷的雷神之锤。 驱空上船来咔嚓一声,一枚巨大的锤子,凌空砸下。 不好,柳无邪按道一声,这是雷神之锤,恐怖无比,要比毁灭之言还要恐怖万分。 不给柳无邪反应的机会,雷神之锤直接砸下。 空,柳无邪处于风暴中心,接接时时被雷神之锤砸中。 身体险些四分五裂,最后时刻,真龙之躯加上天道神书守住了骨骼。 但是表层的血肉,全部被蒸发掉了,站在那里,像是一座空楼,除了脑袋还有胸口的位置,四肢上的血肉消失不见。 无邪,柳大山发出凄厉的叫声,嘴唇都咬出血了,看着自己儿子遭受非人一般的折磨,痛得都要晕过去。 柳修成等人同样是焦急万分,面对雷杰这种东西,只有两个下场。 第一,战胜雷杰,得到诸天的认可。 这一次如果柳无邪战胜了雷神,下一次炼制邪刃,一般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 连雷神之锤都降临了,只要承受雷神之锤一击,等于战胜了诸天意志。 第二种结果,生死倒消,死于雷杰之下。 没有第三种可能,所以外人没有办法干涉,这也是为何中神州天玄境高手非常稀少的原因,地玄境却非常之多。 因为地玄突破天玄,需要经历雷杰,得到诸天的认可。 成功的概率,不足五成,也就是说,十人之中,就有五人突破天玄失败,死于天结之中。 许多老一辈,宁可一辈子停留在巅峰地玄境,都不愿意突破天玄,面临那悔失灭天的雷杰。 面对汉式雷杰还有一种办法,炼制抵御雷杰的法宝。 炼制这种法宝,必须要跟自己心神相连,作为本命法宝来炼制。 相当于自己的第二分身,直白一点说,利用这枚法宝,来迷惑诸天,承受雷杰的袭击,而本体则是逃过雷杰。 在强大的雷杰镇压之下,本命法宝必定四分五裂,主人虽然会遭受一些反噬,终究是活下来了。 花费几年调养一番,身体就会恢复如初。 这些年很多修士都是这么干,炼制第二元神,或者第二分身,不仅是为了抵御天结,也是为了保命。 一旦本体死亡,第二元神还有第二分身还能继续存活。 柳无邪痛得都忘记了呼吸,整个人身体完全是麻木的状态,感受不到疼痛了。 感觉身体中的精气,在急速流逝,生命也在消散。 他不是化阴镜,无法做到原因离体,肉身死亡,意味着彻底离开这个人世。 十祖树还在吸收,一股神秘的力量,在十祖树内部诞生。 神秘鸡脚消失了,取而代之,十祖树上面挂着一枚巨大的神通果。 要比柳无邪之前吞服的神通果,大了好几倍,足有海碗那么大。 柳无邪没有任何犹豫,直接摘下神通果,一口吞服下去。 再不做出反应,他就要死了,等精气彻底消失。 就算活下来,他的天赋还有底蕴,也会消失得一干二净,变成一个普通人。 柳无邪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状况,好不容易走到今天,岂能甘心。 神通果入体,化为无尽的能量,其中包含的木系精气,像是海水一般,冲刷柳无邪的身躯。 大多力量,进入柳无邪的魂海,第一座神通之门,已经裂开一道缝隙,强大的神之力注入其中,第一扇神通大门,彻底被轰开。 一股连绵不绝的神通之力,从大门后面涌出来,进入柳无邪的四肢百骸。 这一刻,柳无邪仿佛沐浴在阳光之下,浑身暖洋洋的。 失去的血肉,以及快的速度在生长,不到半个呼吸时间,失去的血肉全部回来。 更加可怕,这些血肉里面多了一股神通能量。 这股能量,不弱于真龙之体以及上股巫神之力。 不论是龙族,巫族,神族,他们的起源,不知比人类早多少个纪元。 柳大山等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,柳无邪的肉身竟然修复了。 而且他的气势,竟然在节节攀升,直奔星河八重巅峰。 很快一只脚迈入星河九重,可能是后继无力,柳无邪的境界,停留在半部星河九重境。 说是星河九重,却偏偏差那么一点点,说是星河八重,又高充那么一点点。 肉身的力量,无限制提升,柳无邪的肉身,早已堪比巅峰化阴境,得到雷电的锤炼,神通之力的改造,他的肉身,已经堪比真悬一重了。 好精妙的神通之力,我好像对道法的运用,更加透彻了。 看向自己的手臂,柳无邪满脸的惊骇之色。 何为神通,不正常的事情就是神通,例如将脑袋砍下来,人还不死,这就是神通。 手臂斩下来,还能自己接上去,这就是神通。 普通的招式,有自己的名字,而神通则不同。 例如柳无邪施展的阴阳之力,利用神通催动,那就是大阴阳神术,这就是神通的厉害之处,更是变化莫测。 还有柳无邪的寒冰道术,加持神通之力后,变成大寒冰神术,何为神,那是天地的主宰,只有神,才能掌握这种力量。 就算是柳修成,突破到了地玄境,也无法领悟神通之力。 就算领悟出来一些,也极其稀少,无法催动强大的道法。 柳无邪直接打开了一扇神通大门,无需修炼,源源不断的神通之力,通过神通大门灌注到自己身体里面。 虽然第一扇大门涌出来的神通之力并不是很强烈,足够柳无邪现在使用了。 可惜神通之力太稀少了,无法催动大神通术。 柳无邪暗道可惜,如果他的寒冰倒数加持了大神通术,那威力还能提升数十倍。 这是什么力量,竟然能快速修复无邪的身体。 柳修成绝对算是见多识广,此刻也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震撼。 更别提十八长老等人,一脸猛逼地看着柳无邪肉身带来的变化。 好强横的肉身,我感觉无邪肉身恢复之后,要比之前更强大了。 柳大致同样是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相隔甚远,都能感受到柳无邪身体内部那种蓬勃的能量波动。 柳大山脸上的紧张之色,终于慢慢退去。 柳无邪承受雷神之锤后,天空上的雷云,逐渐散去。 终于得到诸天的认可,允许柳无邪跟邪刃存在这个世界上。 雷神之锤的能量,滋养了邪刃。 内部的骨骼还有筋脉,更加清晰。 随着邪刃不断冷却下来,刀身上的脉络慢慢地消失不见,隐匿到了刀身内部。 柳无邪身手握住刀柄,一股心神相连的感觉,涌现心头。 轻轻挥舞一下,刀身没有任何阻力,无需调动真气的情况下,就能轻易地撕开空气。 好强,别人感受不到,柳无邪却能亲身感受到邪刃带来的变化。 这就是天地一体静吗?柳无邪还不确定,邪刃仿仿佛跟天地融为一体,早已不分彼此。 收,意念一动,邪刃居然在快速缩小,变成牙迁大。 唯有盗气,才能自由变化,可大可小。 邪刃不过元气,就能做到这一点,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 盗气,那可是堪比灵玄境的存在。 一年再次移动,邪刃消失了,进入柳无邪的太荒世界。 每日用真气滋养,以后施展起来,更是得心应手,甚至柳无邪能让邪刃跟自己合为一体。 这样才算真正的做到人刀合一,人借刀势,刀用人力,才能完美地施展出爵士刀法。 看了一眼四周,嘴角露出一丝苦笑,没想到这次闭关,造成如此大的轰动,柳家内部,遭受重创。 盘膝坐下,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,经脉还有骨骼,提升了数十倍,最可怕是神通之力,犹如水银一般,穿梭于经脉之中。 沉石进入太荒世界,始祖树吸收了神秘鸡脚之后,树干变得更加粗壮。 枝繁叶茂,见到柳无邪,竟然在随风摆动。 柳无邪很好奇,始祖树好像很亲密自己,像是见到主人了一般。 在一处角落,邪刃静静地飘浮在那里,接受真气的冲刷。 无时无刻邪刃都在改变,纹路还是契合度,不断攀升,如同柳无邪的手臂一般。 只要一个意念,直哪打哪,乌云散去,守在柳家外面的那些高手,也纷纷离开。 各种谣传,在星耀城传开,大多数传言,认为柳家老祖参悟了境界,突破天玄境。 谁也想不到,如此强横的雷劫,居然是柳无邪弄出来的。 包括那些弟子,私底下也在议论,到底柳家发生了什么。 一时进入魂海,柳无邪差点被震退出来,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怎么会这样,看着魂海,柳无邪一脸呆滞,第767章考核前夕,看着自己的魂海,柳无邪脸上表情无比的精彩。 魂海充盈,魂力犹如咆哮的海水,卷起层层浪花。 天道神疏如同浮起在海面上的金山,照耀整个大海。 神通之力穿梭其中,像是一艘艘小舟,不断航行。 打开了神通大门,最大的好处,是柳无邪的魂力,提升了数倍之多。 太荒世界的真气,接近充盈状态,魂海已经达到饱和层次。 距离星河九重,只差灵门一角,加上邪刃的提升,柳无邪相信,自己绝对能被天灵仙府看中,成为其中的一员。 只有天灵仙府,才能让他快速成长起来。 也只有天灵仙府,才能寻找到心域之路。 只有天灵仙府,才能找到灵族的下落。 柳无邪有太多的谜底,等着他去解开。 神族,巫族,灵族,成仙之路,等等,这是一条荆棘之路,前面会有无数的磨难在等待着柳无邪。 一时畅游在魂海当中,大量的记忆,不断重叠,境界得到升华。 从苍穹之上,沐浴下来一道道圣光,将柳无邪的身体包裹起来。 圣人之光,柳修成身体一个猎切,差点一头栽倒。 只有天降圣人,才会降临这种光泽,难道柳无邪是某个圣人转世? 或者说,柳无邪领悟了圣人之道,每个人脸上充满着不可思议,无法相信,这一切是从小小的星河境身上传出。 家主,天佑我们柳家啊,十八长老兴奋的摩拳擦掌,只要柳无邪不断成长下去,成为一代圣者,也不是不可能。 柳大志还有柳大月也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,想到他们的职儿如此厉害,自然替柳无邪开心。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?这里发生的一切,都给我守口如瓶,谁敢泄露,纵然拼了我不当这个家主,我也要杀了他。 柳修成说完,一股无边的杀意,弥漫整个场地,同样也惊动了柳无邪,一时从魂海当中退出来。 家主放心吧,我们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半个字。 谁愿意得罪一尊未来的圣者,除非他们脑袋抽了,柳大志等人,更不可能泄露出去,一柳无邪的天赋,将来成为天灵仙府的弟子,只是时间问题,他们巴结都来不及。 睁开双眼,从人地站起来,修炼是早就被雷神之锤镇压得化为鸡粉,消失得一干二净。 无邪,你没事吧,柳修成等人飞速上前,一脸关心之色。 尤其是柳大山,抓住柳无邪的肩膀,从上到下检查一遍。 确认柳无邪身体没事了,一颗心这才真的放下来。 爷爷,今日的事情,我不想让人知道,柳无邪出来第一件事情,希望今日的事情,大家替他保密。 传出去,很快把柳无邪推到封口郎间上去,无数人会盯着他,抢夺他手中的兵器。 放心吧,我已经下了封口令,今日的事情,只有我们几个知道。 在场这些人,绝对是柳修成的心腹,不可能泄露此地信息。 有了爷爷承诺,柳无邪脸上表情好看了很多。 说,无邪,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,柳大志走过来,拍了拍柳无邪肩膀,之而也是半个儿,已经把柳无邪当成亲儿子看待了。 柳风大哥替我拿到名额了,柳无邪想了一下,脸上露出一丝期待,你就不能装奔一点,想卖个关子都不成。 柳大志一脸无语,每次想要说什么,柳无邪都能提前猜到,跟他在一起说话,像是跟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古董在交流。 柳无邪抓了抓脑袋,一头黑线,难怪柳欣一直说,跟自己在一起很不舒服,那种感觉说不出来,不像是平辈,反倒像是长辈。 回去准备一下吧,三日后,我们就要启程了。 短暂的相聚,很快又要分开,柳无邪来到柳家前后也就不到一个月,大多时间都在修炼,比如这次闭关,足足十四天。 跟父母相聚的时间仅仅是晚上那么一会,尊而倒退,柳无邪朝爷爷鞠了一躬,跟父亲离开了。 得知柳无邪三日后就要离开柳家,参加天灵仙府的择图考核,言喻就哭得稀里哗啦。 儿子好不容易回到自己身边,这才几天,又要分开。柳大山站在一边,一句话没说,心情很沉重。 母亲,我只是前去参加择图而已,能不能被选上还不知道,选不上我很快又会回到柳家。 柳无邪一副安慰的语气,一顿饭吃得很沉重,每个人心情都不好。 为了给他们一家人多一点时间,柳大志等人晚上没有过来。 好了,无邪已经长大,就应该像雄鹰一样,自由翱翔,而不是一直拴在身边,那样他永远无法长大。 柳大山终于说说话了,说完的时候,眼睛通红,却一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 柳无邪回到自己的屋子,心情很复杂,他很享受家庭给他带来的快乐,又觉得亲情会成为他人生路上的羁绊。 修仙,就应该斩断七情六欲,当他深深体会到家人带来的那种温暖,已经无法割舍开了。 如果修仙让我变得无情,那我宁可做一介凡人。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,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。 在心底狠狠地呐喊一句,整个人浑身轻松,念头通达,仿佛想通了一切东西。 修仙的目的是什么,不就是为了守护家人,守护亲人。 这一夜,柳无邪都在修炼当中度过,柳家看似暂时平静了,这才是最可怕的,危机从水面直接沉入水底,柳笑天离开之后,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给柳家带来灭顶之灾。 柳无邪不知道,他现在要做的事情,尽一切能力,提升自己的修为。 天灵先府,他必须要进,唯有天灵先府,才能接触这个大陆最顶尖的东西。 连续三天,柳大志还有柳大悦等人都没有前来打脚,柳无邪哪里也没去,一直在家里陪伴父母。 三日后,柳修成亲自送柳无邪前往考核地点,柳大山全程陪同,儿子参加考核,做父亲的不可能不去。 站在柳家大门外,许多弟子都出来相送。 这一次除了柳无邪之外,还有很多柳家弟子,一同前往。 因为柳无邪是心和静,必须要拿到天灵先府颁发的名额,才能参加。 其他人只要达到话音静,均可参加考核,唯独柳无邪是个特殊。 没有柳风寄过来的名额,柳无邪前去参加,立即被免出来。 柳心儿还有柳灵也在其中,柳灵虽然是柳孝天的孙子,不妨碍他参加天灵先府的考核,毕竟柳孝天并未彻底跟柳家翻脸。 还有十多名弟子,都是柳家年轻一辈的佼佼者,轻一色一流弟子。 除了柳心儿跟柳灵他见过,其他十多名弟子柳无邪很陌生。 同样,他们对柳无邪也很陌生,只是知道柳家出现一个妖孽弟子,年纪很小,以心和静击败化英镜。 十多名弟子之中,柳无邪的年龄最小,境界最低,惹来不少白眼。 得知他是靠柳风求来一个考核名额,柳灵嘴里发出阵阵嘲讽声。 柳灵的父亲叫柳春三,长着三角眼,一脸的阴厉,看到柳无邪的时候,眼角余光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杀气。 如果不是柳无邪出现,父亲已经当选家主之位,那他自然顺利成为下一任家主。 所有的一切,都毁于柳无邪之手,大家出发吧,一行人浩浩荡荡,足足五十来人,每个弟子都有家人陪同。 无邪,天灵仙府考核的地方距离此地大概有十天路程,期间我们要不断乘坐传送阵。 柳大山一路上对柳无邪的衣食起居,照顾得非常细致。 柳无邪知道,父亲其实是换一种思维在嘱咐他。 会路过那里,经过那里,遇到什么,一一地告诉柳无邪,希望他回到柳家的时候,不要迷路。 也没拆穿,偶尔也会坐下来,跟父亲聊天。 旁敲侧记得指点父亲身上遇到的难题,他修炼遇到了瓶颈,很难突破真选境。 得到柳无邪指点,柳大山思路清晰了很多,也许就在这十天半个月,就能突破真选境。 只要突破真选,每日可以利用真选法则洗涤身体,改善其经脉,用不了多久,他的天赋,也会重返回来。 走走停停,连续乘坐传送阵,已经有不少弟子身体出现不适的现象。 皮肤下面毛细血管破裂,肉身遭受极强的空间挤压。 连那些巅峰化阴镜,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 只有柳无邪,一路上像是没事人一样,得到雷电锤炼,加上神通国改造,柳无邪的肉身,堪比低级真玄境。 前面就是五城,我们休息一天,明日继续赶路。 架了传送阵之后,柳修成带着大家进入五城,在此地休息一晚。 继续赶路下去,那些弟子身体会出现问题,等到考核的时候,发挥肯定失常。 听到能休息,那些肉身接近极限的弟子,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。 真是奇怪,为什么他就没事,蹬在柳林身后的几人,目光瞄了一眼柳无邪,小声地说道。 这一路上他们不断地观察柳无邪,发现他的肉身,非常的强悍。 肉身强大而已,天灵先服考核,又不是仅仅看肉身。 柳林音策策地说道,上次在契雨阁,没有斩杀柳无邪,让他一直怀恨在心,还连累他白白被删了一耳光。 回来之后,柳无邪直接选择闭关,又错失报仇的机会。 第768章踏足天灵山,五十几人住进一座客栈,柳无邪跟父亲住一个屋子,其他弟子基本都差不多。 晚上不要出去,都老实地待在客栈,分开之前,柳秀城嘱咐了一遍,所有人不准离开客栈。 五城买中神州超级城池之一,不在星耀城之下,里面高手云集。 许多强者,连柳家都不敢得罪,如今的柳家,只能用日薄熙山来形容,许多心晋势力,隐约有超越柳家的趋势。 这样下去,不出几年,柳家就会被甩出去,彻底沦为一流大家族,失去四大家族的地位。 众人纷纷点头,大家早就累了,只想好好休息一晚,明日继续赶路。 无邪,你早些些息,进入屋子后,柳大山就让儿子赶紧休息,自己则是整理一些东西。 父亲,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思,柳无邪算是看出来了,父亲这一路上,虽然跟自己聊天,语气中总是在躲躲闪闪。 阿有大山叹息一声,放下手里的活,坐在椅子上,梅雨紧锁。 父亲是不是因为自己实力低下,给我丢脸了,让其他族人瞧不起。 柳无邪路上就发现了,其他弟子的父母,各个实力强大,最厉害的达到甄选巅峰,最次也是甄选四五重。 唯独柳大山,依旧是话英镜,关键还是家主长子。 路上没少遭人白眼,作为父亲,给儿子丢人了。 都是父亲不好,连为你也跟着一起遭受白眼。 柳大山叹息之后,流露出一丝无奈,父亲,你听没听过后继伯发四个字。 柳无邪突然反问父亲,抬起头,父子两对视一眼。 柳大山当然知道后继伯发的含义,他已经四十多岁了,天赋很难再晋升。 无邪,你不用安慰我,到了天灵仙府,一定要想办法考核进去,只要你能成为其中一员,就算是柳笑天,都不敢轻易动你了。 柳大山知道柳无邪在安慰自己,他的实力自己很清楚,真玄境也许就是尽头了。 我离开苍兰城之前,岳父也没想到,有一天他会突破天罡,以为苍兰城就是他最后的归宿,修炼基础越扎实越好,而不是急于一时,父亲大人多虑了。 有些话柳无邪没法直接跟柳大山说得太清楚,那样显得太妖孽。 只要有他在,就算父亲现在是一介凡人,他也有办法让父亲成为一方强者。 前提他自己的实力要提升起来,得知自己的异地已经成为天罡强者,柳大山眼眸深处闪过一丝自信。 每个人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如何,包括柳无邪。 整个晚上,父子俩都在谈心,一直到后半夜,两人这才入睡。 天色一亮,所有人整装待发,休息一晚后,精神饱满,每个人气色都不错。 直奔传颂镇,再有两日,就能抵达天灵仙府考核区域。 每一次天灵仙府择图考核,将是整个中神州的盛况,无数人会前往此地。 每一届都有超过万人考核,场面极其壮观。 能脱颖而出,将来都是佼佼者。 柳修成,你不是病了吗?怎么会在这里? 还未进入传颂镇,身后传来一道声音,直呼柳修成的名字。 众人定住脚步,纷纷朝后看去,语气似乎有些不善。 我病好了,你很失望吗?柳修成转过身子后,眼眸之中,流露出一丝警惕。 他叫王元后,王家家主,也是四大家族之一。 柳大山站在柳无邪身旁,小声地说道,他对中神州的格局,略知一二。 柳无邪点了点头,他阅读了藏书塔所有书籍,对柳家一些过往,基本了解。 王元后这个人,从书籍里面也看到过,亲眼所见,还是第一次。 柳无邪目光大概扫了一眼王家区域,竟然有八十名弟子前往天灵仙府,人数上,要比柳家多了接近六倍。 广哥告,幻元神器F真心不错,值得装个,毕竟书远多,书籍全,更新快。 同样是四大家族,柳家只有十多人拥有资格。 其他低级化阴镜,去了也是丢人现眼,没有必要浪费零食。 这就看出来柳家跟其他几大家族之间的差距,一流弟子就是最好的解释。 看一个家族是否强大,并非看他高层多么厉害,而是中间力量。 失望谈不上,只是很好奇而已。 王元后早就得知柳修成身体恢复,并没有觉得太意外。 两家的矛盾似乎不浅,彼此间投射出来的敌意,非常明显。 收起你的好奇心,柳修成冷哼一声,带着族人继续往前走,不愿意跟王家有过多的纠缠。 武城市中转站,肯定还有更多的高手路过此地,乘坐传送阵离开。 柳兄何必那么着急,既然我们都是前往天陵仙府,何不一起赶路,顺便让门下弟子相互交流交流。 王元后露出一丝坏笑,目光扫过柳无邪等十多名弟子,嘴角嘲讽之色越来越明显。 爷爷被人嘲讽,柳无邪几次想要说话,却被父亲制止住了。 两家争斗又不是一年两年,早就根深蒂固了。 弟子碰到,经常出现打斗的事情,道不同不相为谋,告辞。 柳修成一甩袖袍,迅速离开,进入传送阵。 这一次王元后没有说话,嘴角浮现一抹阴冷的笑意。 没想到这个老东西竟然活过来了,王元后阴策策地说道,声音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能听到。 父亲,柳家只有这么点弟子参加,看来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 从王元后身后,走出来一名年轻男子,竟然是甄选一宠,实力极强。 如此年纪,突破甄选境,还真是妖孽,不要小看柳家,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 虽然柳家落寞,王元后丝毫不敢低估柳家的底蕴。 只是一个小插曲,王元后带着家族弟子,紧随柳修城之后,进入传送阵。 柳家的人坐在传送阵右侧,王家的人坐在传送阵左侧,一左一右,正好面的面。 这是一座超级传送阵,可以同时传送几百人。 柳家主,你们柳家是凑不上人数了吗?连心和静都带来了。 这一次说话的不是王元后,而是王家另外一名族人。 目光横扫了一圈,最后落在柳无邪的身上。 这么多人之中,只有他一人是心和静,太扎眼了。 传送阵作者三百来人,实力最高是地玄境,大多都是话音跟真玄,唯有柳无邪,太过特殊。 我们带谁前往,轮不到王家在这里指手画脚,你王强算个什么东西。 柳大山怒斥一声,自己儿子遭人嘲讽,做父亲的当然不会袖手旁观。 我们还就指手画脚了,你们把天灵仙妇当成什么了,这种垃圾都带过去,简直是侮辱天灵仙妇这种神圣的地方。 王强一脸挑衅,当众告诉所有人,我就是挑衅你了,你能赖我何。 柳大山气地站起来,却被柳无邪拉住。 刚才在外面,父亲拉住儿子,现在是儿子拉住父亲。 他是你儿子吧,我记住他了,考核的时候,我会好好照顾他。 柳无邪指向王强身边的青年,应该是王强的儿子。 打算在考核的时候,好好照顾他,羞辱自己的父亲,只有死路一条。 饺子,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,考核的时候,我也会好好地照顾你。 王强身边的青年同样将照顾你三个字咬得很重,意思很明显,考核的时候,我会要了你的命。 还未进入天灵仙妇范围,就已经充斥浓郁的火药味。 名额太少了,最好的办法,诛杀对手。 杀得越多越好,自己这边才有机会。 虽然天灵仙妇考核禁止厮杀,但是每一届,还是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死在里面。 随着传颂阵扭曲之力越来越强,每个人选择闭上了嘴巴。 柳无邪闭上眼睛,静静地感受空间带来的变化。 烈化一枚超级神通果,柳无邪对神通之力的领悟,是越来越强。 一阵重力袭来,终于从传颂阵里面走出来,好浓郁的灵气,要比新药成浓郁十几倍。 踏出之后,柳家十多名弟子,一脸的兴奋之色,相比起新药成,这里才是修士的天堂。 我们已经进入天灵仙妇的范围了,此地叫天灵山,方圆几十亿里都是天灵仙妇区域。 那些族人长辈,纷纷给自己的子嗣后一介绍,柳无邪也是安安吃惊,柳家区域,法则足够坚固,灵气十分浓郁。 到了此地才知道,这里才是洞天福地啊,王家的弟子陆陆续续走出,同样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。 高大的树木,直插云霄,近乎月体一般的灵气,吸入一口,浑身舒泰。 难怪无数人争抢着进入天灵仙妇,只有这里,才能孕育出来顶尖的强者。 除了他们之外,另外几座传送阵,陆续有人走出来。 我们出发吧,免得耽搁时间,柳修成带着他们快步离开,进入连绵的山脉。 天灵仙妇建造的地方,在山脉深处,好古老的树木,每一株都有千年之久。 进入山脉之后,那些弟子抚摸那些千年巨树,有些超过万年。 浓郁的木系精气,涌入他们的体内。 在此地修炼,一日可顶有加十日,踏入此地之后,始祖树不断地吞噬周围的木系精气,形成新的木系元素,融入太荒世界。 距离星河九重,是越来越近,走了约莫大半天时间,前面视野陡然开阔,出现一座半截山峰。 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,柳大山指向远处的半截山峰,告诉柳无邪,整整一座大山,被人薛平,变成半截山峰,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。 周围那些弟子一脸的骇然之色,第769章尸体,从此的看,距离那半截山峰,大概有一万里之遥。 将隔这么远,就能看到光滑如尽的地面,粗略估算一下,这座被薛平的山峰直径面积,少说也有几十万米。 这不是一座山峰,而是一座山脉,直接被人剃头了。 山路很崎岖,经常碰到强霸拳兽,灵兽也见到好几只。 除了柳家之外,其他队伍纷纷顺着山路,直奔那半截山峰。 没有路了,拿出砍刀,劈开荆棘,我们为什么不飞行,不少弟子开始嘟囊,完全可以选择飞行,一万里也就半个时辰时间而已。 这样走过去,估计得一天时间,就算赶到了,每个人也累得半死。 天灵山中围禁止飞行,这是天灵仙府制定的规矩,只有成为天灵仙府的弟子,才有资格在这片天空飞行。 不少长辈连忙解释,追赶贸然飞行,等于挑衅天灵仙府,虚空上可是有天灵仙府布置的禁制。 成为其弟子之后,携带天灵仙府令牌,自然可以自由飞行。 得到这个答复,前来参加考核的弟子沉默了。 走了大半天,距离半截山峰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距离,天黑之前,差不多应该能赶到。 休息的时候,柳无邪悄悄地施展太荒吞天诀,吞噬周围的灵器。 吞天神顶上空覆盖密密麻麻的液体,非常的恐怖。 休息好了之后,继续上路。 搜,柳无邪刚站起来没走几步,小火突然蹭得一声钻出来,蹦到地面上,钻入远处草丛中。 小火,这里危机四伏,小火贸然跑出去,一旦碰到强大的玄兽,直接成为他们的食物。 迅速跟上去,以免小火遭受意外。 吴邪,不要乱走。 柳无邪迅速跟上去,以免柳无邪迷路,这里环境太复杂了,一旦迷路,走入某个零售地盘,后果可想而知。 几个纵射,小火就消失不见,柳无邪穿过杂草丛,顺着小火的气息快步跟上。 柳大山紧随其后,你们留在这里,柳修成身体一晃,同样跟上去,留下其他族人在原地,一脸猛逼,真是惹是惊,这都什么时候了,居然还胡乱奔跑。 不少人对柳无邪意见极大,他们原本可以赶在王家前面,先行抵达。 现在好了,王家已经把他们甩开,轮为第二梯队。 先去可以占据有力的地形,等天灵先府的高层来临的时候,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他们,争取留一个好印象。 如果他不是家主的孙子,早就被人一巴掌拍死。 连那些中立的弟子,对柳无邪都有意见。 小伙速度很快,发出沙沙声,三分钟之后,速度突然放缓。 杰刃出现在手中,以免有危险,无邪,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? 柳大山脸上流露出一丝责备,天灵山脉危险重重,乱闯一通,如果进入某个禁地,很有可能得罪天灵先府。 具体我也不清楚,过去看看,柳无邪摇了摇头,小伙突然跑出来,一定是有事情。 将两侧草丛掀开,只见小伙趴在地面上,不断地抱着什么。 他在干什么,柳大山一头雾水,下面有东西,柳无邪可以肯定,小伙一定又是发现了什么东西,才会突然跑过来。 这个时候,柳修成落在他们身后,皱着眉头。 有股危险的气息,柳修成买地玄境,神魂强大,感觉一股危险的气息在逼近。 刚一说完,一股强横的气息,碾压而至,柳修成立即将柳无邪还有柳大山护在身后。 一名中年男子,降落在他们面前,目光如电,直刺柳修成三人。 这个时候,小伙终于从土里扒拉出来一个东西,竟然是一枚储物戒指,估计里面又有火属性的果实。 尸体,柳无邪目光看向被小伙扒出来的小坑,里面竟然掩埋一具尸体,看尸体情况,才死不久。 一股不好的意念,充斥三人心头,这里发现尸体,很不寻常。 人是你们杀死的,落下来的中年男子,眼眸深处,不带一丝感情,强横的高级地玄境,不断地压迫过来。 前辈误会了,我叫柳修成,柳家家主,带着族人前来参加天灵仙府考核,刚才路过此地,就发现这具尸体。 柳修成赶紧解释,这里是天灵仙府范围,死了人解释不清楚。 我看是你们把人杀死了,正要准备掩埋,被我发现了是吧。 中年男子雨漆越来越冷,恐怖的杀意笼罩下来,惊动周围很多人。 柳家其他族人看家主迟迟没回来,纷纷赶过来,正好看到这一幕。 高级地玄境,连柳修成都要称之为前辈,能凌空飞行,证明他是天灵仙府的人。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,还请前辈明察,一滴冷汗从柳修成额头低落,还未敢往天灵仙府,竟然出现这档子事情,让所有人始料不及。 除了柳家之外,远处还有人朝这边走过来。 柳修成故意释放自己身上的地玄之势,主要是把更多人引过来,就算天灵仙府这名男子发难,总不至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下杀手。 你们的路在那边,尸体在这边,你们还在狡辩,依我看你们就是杀人凶手。 中年男子一口咬定,人就是柳修成他们三个杀死的。 柳无邪眉头紧皱,事情未免也太巧合了。 脚火刚发现尸体,这名男子就出现了,也就是说,这名男子还未走远。 等到尸体出现的那一刻,突然折返回来,掩埋在深坑里面的尸体,大半裸露在外,天灵仙府的人。 站在远处很多人一脸惊骇,天灵仙府的人竟然死在这里,事情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料。 不少人悄悄朝远处退去,以免惹火烧身,人不是我们所杀,大家可以作证。 柳修成脸上露出一丝不悦,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 地玄境神石覆盖方圆数万米,人是不是他们杀死的,这名男子心里比谁都清楚。 那为何要栽赃给柳修成,这说不过去。 奇怪的是,没有一人站出来为柳修成作证,大家都巴不得少一个人竞争,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天灵仙府。 哼,我说是你杀的,就是你杀的,斩杀天灵仙府的弟子,最当呆诛。 中年男子说完,一掌朝他们三个碾压下来。 哽一下,柳无邪突然往前一步,站在爷爷还有父亲的前面,指示这名男子。 一个飘在空中,一个站在地下,面对地玄境的压迫,柳无邪淡定从容。 天道神书展开,所有的压力,全部消失,这让站在虚空上的中年男子露出一丝错恶之色。 此道临头,你还有何话要说,男子给柳无邪一次机会,让他有话快说,说完了送他们上路。 我想说的是,他还没死,柳无邪伸手指向被掩埋在坑里的那具尸体,直接告诉他,此人还没死。 这个回答,让虚空上的男子身体微微移动,虽然很细小,还是被柳无邪捕捉到了。 真是笑话,他的气息已经断绝,生机不在,你竟然告诉我他没死。 去空上的男子发出讥讽声,认为柳无邪在胡说八道。 是不是笑话,很快就能知晓,柳无邪说完蹲在坑边,将里面的尸体拖出来。 年纪并不大,30岁左右,看境界应该是林玄境。 30岁的林玄境,放到柳家,绝对是妖面般的天才。 放到天灵仙府,也是佼佼者了,将尸体平躺在地面上,正要退走的众人,纷纷停住脚步,站在原地, 想要一睹究竟。 小子,你到底想要做什么? 中年男子有些不耐烦了,举起的手掌,随时准备落下。 依柳无邪现在的境界,地玄境一根手指都能粘死他,何况是剧烈的一掌。 很快就能知晓,柳无邪拿出几枚银针,刺入尸体的前胸上。 手法极快,不给虚空上男子说话的机会,一连好几根银针扎进去。 做好之后,柳无邪朝他身体里面注入一道真气,随即祭出闲刃。 雷来,截刃吸收大量的雷电之力,身处潜藏一股恐怖的电弧,柳无邪伸手一招,一丝电弧击中躺在地面上的尸体。 击中的那一刻,胸前的衣服全部碎裂,胸口出现一片胶糊状。 大胆,你竟敢亵渎天灵仙府的弟子。 中年男子终于看不下去了,手掌陡然压下,发出轰猛龙的响声。 前辈还请稍安勿躁,我孙儿说人没死,一定有他的道理。 柳修成突然出手,虽不及高级地悬,抵抗这一掌,还没有问题。 两枚巨掌撞击到一起,形成滔天的气浪,朝四周卷去。 狂暴的力量,震得柳无邪一幅发出哗啦啦的响声。 地面上飞沙走时,大量的树木,朝两侧倒去。 你们竟敢还手,那就全部死吧。 中年男子彻底愤怒了,调动更加强大的力量,朝他们三个碾压下来。 柳修成脸色骤变,使了一个眼色,让柳大山赶紧带着无邪离开,他留下来牵制。 情况一触即发,就在这个时候,躺在地面上的尸体,突然猛地坐起来,连续发出咳嗽声。 突如其来的一幕,打得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,包括奥利虚空上的那名中年男子。 死去的人,怎么会活过来? 柳无邪第一眼看到这具尸体的时候,就察觉到了,此人刚被掩埋不久,身体余温还在。 最为关键,柳无邪发现此人心脏竟然在右边,而拍向他的手掌,击中的是左边,才导致他昏迷过去,心爱暂时停止跳动。 第770张禽兽不如,连续咳嗽了一分钟左右,一口浴血从他口中喷出来,终于停止咳嗽。 睁开眼睛,一脸的茫然,目光很快朝虚空上看去,正好虚空上的中年男子目光也朝他看过来。 字幕对视,各种交织的情绪,说不清道不明,我不是死了吗? 男子收回目光,一脸的茫然,他的一举一动,柳无邪都看在眼里,刚才他看向虚空上男子的那种眼神。 有忌惮,有仇恨,有警惕,有小心你并没有死,因为你的心脏在右边,偷袭你的人一掌击中你的左边,导致你心脉淤堵,是我将你就醒。 柳无邪大脑在飞速运转,他可以肯定,这名男子跟虚空上的男子应该认识。 既然认识,为何不说话,听到心脏长在右边,四周传来阵阵惊呼声,正常人体构造,心脏都在左边,但也有一些奇特之人, 他们的心脏,先天性就在右边。柳无邪通过鬼童树,轻易发现这个秘密,谢谢你出手救我,男子身体没有大碍,左侧的骨骼有些裂痕,休息几日就能全部恢复,说完从地面上站起来。 前辈,人既然没死,现在可以证明,并不是我们所为。柳无邪突然转过脑袋,朝虚空上的男子问道。 中围可是聚集很多人,每个人的目光都落在男子身上。杀死柳无邪三人很简单,那其他人怎么办,除非全部杀人灭口。 在场有很多地玄境,虚空上的男子,想要靠一几支利击杀几百人,显然不可能。 中年男子目光看了一眼柳无邪,将他牢牢地记在脑海之中,随后看了一眼受伤的男子,身体突然嗖的一声,消失在虚空上。 直到男子走远,柳无邪身体一晃,险些一头栽倒。 面对地玄境的压制,他也是强忍着而已。 没有天道神书,早就心神崩溃。 无邪,你没事吧?柳大山连忙上前,扶住了柳无邪,发现他浑身早已被汗水湿透,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 刚才中年男子在的时候,柳无邪强忍着。 直到他消失,冷汗这才全部溢出,染湿了衣服。 面对地玄境的压迫,能坚持这么久,已经是奇迹了。 换成其他人,早就吓得瘫软在原地。 兄台,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 站在柳无邪身边的青年男子,这时候突然朝柳无邪报了抱拳,感谢他救命之恩。 要是我没有猜错,是他杀的你吧。 柳无邪语气波澜不惊,却让对面青年身体一晃,眼眸深处闪过一丝震惊。 不该知道的别多问,对你没有好处。 男子摆了白手,示意柳无邪不要乱猜,以免惹火烧身。 你觉得他会放过我?柳无邪摇了摇头,就活了他,意味着得罪这名中年男子,肯定不会放过他。 地玄境柳家虽然不惧,平白无故多了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,却也很麻烦。 你说的没错,此人牙字必报,知道我没死,肯定会想办法再次治愈我死地,治愈你,也会一并杀了。 男子毫不掩饰地说道,到底发生了什么? 堂堂地玄境高手,会对林玄出手。 既然如此,是不是应该更告诉我,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? 起码以后我遇到,不至于死的不明不白。 柳无邪耸了耸肩,这些年碰到高手不计其数,地玄境虽强,暂时还有应对的办法。 首先要做到,知己知彼,才能做好防范。 今年犹豫了,此事因他而起,柳无邪是无辜的,被无端牵连进来。 你是准备前往参加天灵仙府的考核吗? 今年岔开了话题,再过几日,天灵仙府就是择图的日子,当年他也是这个时候,前来参加,好不容易熬出来。 十年过去了,终于站稳脚跟,成为林玄境弟子。 是,柳无邪点头,我叫纪卢安,不知兄台怎么称呼,今年自报姓名,正是朝柳无邪报了报权,刚才一副巨人千里之外。 柳无邪,柳家弟子,柳无邪报权回礼,柳大山还有柳修成时去的退到远处,给他们留出单独谈话的空间。 此事说来话长,纪卢安说完叹息一声,脸上露出一丝愤怒,还有一丝无奈。 不急,天灵仙府考核又不是今天,不急于一时,反正已经晚了,只要考核之前赶到即可。 他叫苗寒轩,是我的师父,却是一个人面受心的伪君子。 纪卢安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,柳无邪正在原地,刚才离开的中年男子,竟然是纪卢安的师父。 师父杀死自己的弟子,到底发生了什么,刚才两人对视的时候,却装作不认识,彼此谁也不承认对方的身份。 我有些猛,你说他是你的师父,为何他要杀人,刚才见面的时候,你们又怎么会装作不认识。 柳无邪一头雾水,饶是他智慧极高,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,只能猜到,是苗寒轩杀死的纪卢安。 更多的事情,就无法推测了,十年前,我拜入他的门下,成为其弟子,除了我之外,门下还有一名师弟跟师妹,平常的时候,我们师兄妹关系很好,就在一年前,一切都变了。 可能是柳无邪对他有救命之恩,既卢安也没隐藏。 这次能活过来,权杖着柳无邪,如果不说,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,而且因为他,间接地得罪了苗寒轩,不论能不能加入天灵仙府,以苗寒轩的性格,绝对不会放过柳无邪。 这次没能杀死自己,苗寒轩还会卷土重来,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他。 难道他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?柳无邪试探性地问道,师者,授业解惑也,师者如父,任何一名师者,都能称作为父辈。 前几年,我跟小师妹情投意合,两情相悦,已经私定终身,谁知道这个人面禽兽,竟然做出猪狗不如的事情来。 纪卢安的情绪有些激动,说完双拳紧捏,双眸中流露出恐怖的杀气。 柳无邪皱着眉头,希望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。 他什么事情没经历过,人面禽兽也见过不少,内心早已波澜不惊。 没有打断他,让纪卢安继续往下说。 就在一年前,我照例前往小师妹那里,却听到小师妹在屋子里面呼救,我推开门的那一刻,发现那个禽兽竟然趴在小师妹的身体上。 对小师妹对小师妹说到这里,就算纪卢安不说,柳无邪也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,已经没有勇气继续往下说了。 所以他要杀你灭口。 柳无邪点了点头,换成其他人,这种事情被人撞破,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杀人灭口。 看到我的那一刻,很快对我下了杀手,是小师妹跪在他面前,才放我离开。 每次想到当时的一幕,纪卢安就恨得咬牙切齿,双唇都被咬破了,鲜血直流。 柳无邪能想象得到,纪卢安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。 最尊敬的师父,竟然强暴了自己最喜欢的小师妹,那种心情,换成常人,早就崩溃了。 柳无邪拍了拍纪卢安的肩膀,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 小师妹为了保护我,心甘情愿侍奉这个畜生,目的是不想让他杀了我。 你知道这一年多来我是怎么过来的吗? 这个畜生怕事情败露,有损他的名声,暗地里好几次想要杀了我,结果被我躲过去。 记录安生思历劫,想到小师妹每天还要遭到这个禽兽蹂躏,恨不能直接杀进去。 但是他知道,这样杀进去,不仅就不出小师妹,连自己也要搭进去。 所以这一年多来,你不敢离开天灵仙府,因为你一旦离开,苗寒轩就会对你下手,我说的可对。 柳无邪思路基本清晰了,对他们之间的恩怨,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。 不能离开天灵仙府,每天对着他们,那种煎熬,可想而知。 没错,这一年多来,我们形同陌路,所以刚才见到的时候,跟陌生人一样,一日前,我急需一株药材。 天灵仙府没有,无奈之下只好离开。 谁曾想到,他一直尾随于我,等进入山脉深处,一掌将我击杀,掩埋此地,后来的事情,你都知道了。 关于他跟苗寒轩之间的恩怨,柳无邪彻底了解。 不禁唏嘘一声,天灵仙府是世人心目中的修炼圣地,没想到暗中,也有如此龌龊的事情发生。 不管天灵仙府如何,都无法阻止柳无邪加入之心。 他加入天灵仙府,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武道之心,更多是寻找心欲之路。 兄弟,如果我是你,就一定好好地活下去,不要辜负小师妹对你的一片痴心。 是他用命,换取你的命,为了他,也要好好活着,因为只有活着,才有机会报仇。 柳无邪与其坚定,他不会说一些安慰的话语。 事情已经发生了,安慰已然无用,只能往前看。 小师妹一日不脱离苦海,我就不会轻易言死,以免他还在附近,就此到此,希望在天灵仙府我们还会相见。 纪卢安说完,身体消失在原地,不敢过多逗留,先返回天灵仙府。 那里人多,只要过得小心一些,苗寒轩不敢公然杀他。 毕竟他们是师徒关系,苗寒轩不敢当众翻脸,他也怕纪卢安拆穿他的假面孔。 双方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,苗寒轩想尽一切办法杀他,纪卢安却只能忍辱负重,努力修炼。 他说出来,的确能让苗寒轩身败名裂,那小师妹怎么办,也会死于苗寒轩之手。